輝剛你好 Chris你好 獨特的鶴型很多牌子都有 這隻Tutor的Black Bay 真是獨特鶴型 我們之前都介紹過 是 不過今次想再深入講解多些 先開開這隻P01 P01 這隻是否叫海軍 是 以前的海軍 美國的海軍 曾經封塵過的設計設計 但現在在幾年前 重新發掘 重新演繹 以前的版本應該沒有做這麼大 是 這隻應該是約42mm 這隻大 起碼是42mm 接近 42mm 最特別的 我想都是這個設計 就是Bassel 整個扣 這樣去按一按 是 嘩 一按 有聲音 然後 其實 我講一個原理 其實這裡有一個扣 扣 扣下去 就扣住Bassel 變得這個Bassel 就不需要 像一般潛水標 叫單向 unidirectional 它是Bidirectional 即是說它可以這樣扣 是不是 仍然有很多格 它兩邊都可以 是啊 它是 因為多得這個設計 它就Bidirectional 就可以兩邊 用完之後 記得 按下去 就可以鎖死了 那它鎖死了 就在這裡 是的 就是在旁邊 上面的位置 一按下去 就會扣上來 是嗎 再看看它裡面的平面設計 是 它沒有一個金屬的自托 你看到 它是直接將一些夜光物料 去到塗了去 但是你看到它有一個卜卜型 是嗎 因為夜光物料 又不是那麼液體 半液體 是好像牙膏一樣 是 它有一個張力 變得好像一個卜卜 這個就好像 以前那些Vintage 那些Rollex 那些 不要自托 是不是 刮了一個坑位 就這樣 它要刮一個坑位 去到藏得好些 是 去到將那些物料 放進去 嗯 嘩 正不正 這樣就有一個Vintage 的感覺 好像戰前那些 就是和平前 就是二次大戰或之前 一二戰之間 那些軍標 什麼Radium 就是那些 有些放獨 放射性那些 就是Panerai 勞力士那些 還有我特別欣賞 它那個比較長一點的杜三角 你看到12點位 通常有一個長三角 這隻是這個款 做到特別長的 以前某些 這些collection都會 我覺得 更長一點 更有型 不要緊 即是大 長型的 超長的杜三角 就會更加有風味 整體上的感覺 都是一種 奶黃色 是 奶黃色 奶黃色的杜末物料 大致上 都是跟回Black Blade 那個格局 因為都是雪花針 原點加跳加杜三角 最特別就是這個4點鐘的滴 亦都有一個crown guard 即是不會頂你手 因為這裏都是做了上來 下面這裏 聽說不會硬手 是啊 這個 這個4點鐘位置的cloud 設置在這裏 是Bad Bay 很少做在4點鐘位置 沒有 有些日本建設就很喜歡 做很多 因為當時的設計就是 我是自動的 那你不用Wide 其實如果努力使用Omega 或者Tutor這個系統 就比較少見 真的做4點鐘 這個cloud guard 這個位置 就不用撞到這個位置 OK 皮帶很漂亮 一種淺啡色 並且是用了膠底 會比較短 表面上是皮 然後是車線 但是這個位置 旁邊位已經是膠 所以理論上 汗是走不了上去 不會這樣 即是雙層皮 面是皮 面是皮 下面是膠 即是這個邊邊位 已經是膠 OK 還有講多一點 你看到Hinge位 是不是關節位 是不是很多 一個位置 然後這裏還有一個 這裏自己可以拆出來 自己配其他帶都可以 是不要緊的 沒有問題 那就跟一個這樣的接購 輝哥 你記不記得工價多少錢 T01 這隻是 33800 美國海軍 沒錯 33800 定價 33800 定價 折了都很便宜 是的 兩萬宗 還有這個 我們要講一講 膠帶 底部 都做了雪花針的 模式 是的 其實是它的針 都有它的特色 有興趣的朋友 下來看看 扣當然是很漂亮 扣都是有這個盾牌的 對 前後都有 對 有興趣來看看 多謝大家